朋友们,大家好,这期我们又见面了 现在很多咱们朋友们咨询无土栽培 就是说咱们这个机制 就是用完以后还有没有利用价值了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 就是说我们正常在栽培过程中 那么栽培整个季节结束以后 在这个时候我们把样子给它拔掉 把根系这块全部给它刨除掉 包括须根这块 因为大家知道在无土栽培的时候 这个根系是很健壮,很发达的 然后我们进行高温给它曝晒 我们把这个样子给它拔掉以后 那么它必然会有少掉的一部分机制 然后我们可以再配合重新再掺入一些 比如说新的机制 这样子就可以去继续使用了 那么这些无土栽培的这些机制 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少量的 再添加就行了 所以说这个机制 咱们可以重复利用 包括咱们的种植袋子 都可以去进行重复的去使用 这样子就相当于咱们是一次投入 那么可以连续使用 四到五年 甚至五到六年的一个时间 这样子对咱们种植户来讲 就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了 感谢观看